陕西古庙惊险神秘巨观 铁链高挂浮于半空 厚重的木板重打百斤 似乎镇压着什么妖魔鬼怪 然而就在开关之际 一位白发老者突然造访 道出了一件千古秘文 镇的在场专家一个个目瞪口呆 那么问题来了 这具玄关的主人到底是谁 里面有藏着什么惊天秘密 保持你的好奇心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 铁锁玄关背后的真相 时间1993年深夜 地点陕西省华县 这晚文物保管员老赵和老高 照常来到运空寺巡逻 突然间前方传来异象 等到两人跑过去时 几个黑影刷的一下不见了 下一秒只见身旁堆满了 火药铁锹等工具 不好有人盗墓 天亮后文物部门赶到 对大殿内的宝贝进行了清查 结果一个不少 这就怪了 他们如此下雪本 怎么什么都没偷呢 就在众人疑惑不解时 门外传来一声惊呼 快来 佛塔这儿有个窟窿 只见原本平坦的地上 不知何时凿出一个碗口大的黑洞 周围还捡到了一个罗盘 显然这里才是盗墓贼的目标 下去看看 经过一番挖掘 果然里面别有洞天 一股凉气不断的往外冒 仿佛藏着什么西式之宝 怀揣着惊喜 靠谱人员来到了地下 这间迎面出现一条长约三米的木道 墙壁的砖石箱的严丝和缝 走到尽头是座高两米宽一点五米的地宫 由于常年不见阳光 阴森恐怖 伸手不见五指 就在大伙拿着手电到处寻找时 下一秒人群中传了一声尖叫 哇呀这是啥 抬头望去 这间不远处 悬着一个庞然大物 四周用铁链绑腹 走过去一瞧 竟然是具棺材 由于天长日久 外层的木板已经脱落 显得摇摇欲坠 这好端端的棺材 为什么要挂起来 此刻每个人的心头 既恐惧有疑惑 难不成这寺庙内 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 必是众人还没意识到 这次的闯入 仅差一点改写中国历史 陕西古庙惊显神秘巨观 铁链高挂浮于半空 厚重的木板重打百斤 似乎镇压着什么妖魔鬼怪 很快地宫内的发现 就引起了考古界的轰动 当天下午 一辆来自省城的大巴 停在寺庙门口 几位学者快步走入地宫 一边欣赏眼前的奇景 一边拍手 原来此地原名玄关山 很久以前流传着一句名言 运空山看玄关 玄关里面有宝藏 可奇怪的是 数百年来 连个鬼影都没找到 想不到竟藏在寺庙佛塔下 由于铁链早已腐朽 出于抢救性发掘的考虑 工作人员在镜头前打开了木板 下一秒 几根人骨和一缕头发 呈现在众人面前 怎么会这样宝贝呢 尽管专家学者一寸寸的摸索 甚至连脚下的地砖都没放过 结果依旧是毫无发现 他在此时一条恶号传来 就在地宫圈顶上 发现了一枚小洞 从残留的痕迹来看 应该是当年的工匠人为留下的 很明显这具玄关早就被人光顾过了 里面的陪葬品也被扒了个一干二净 事已至此 众人只能面对现实 可紧接着又有一个疑问产生了 这些残骸的主人究竟是谁 为什么要在死后 吊挂在佛塔下 众所周知 古人讲究入土为安 只有这样才能往生轮回继续投胎 而墓主人却反其道而行之 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不为人质的真相 之后的几天里 考古人员调取了大量的文献 将怀疑对象集中在古寺的历代高僧上 结果毫无线索 就在众人一头雾水时 村中的一位白发老者登门了 他指着地宫颤颤巍巍道 这里面躺着的不是旁人 正是大名王国君主崇祯的四儿子 朱慈赵 陕西古庙惊险神秘巨观 铁链高挂浮于半空 厚重的木板重打百金 似乎镇压着什么妖魔鬼怪 此话一出现场一片哗然 原来据历史记载 北京陷落崇祯自已眉山后 他的四儿子朱慈赵 从此便下落不明 想不到竟然是隐姓埋名 在这荒山野岭剃度出家 据老者所说 这位大名皇子法号普乾 虽身在佛门却未曾一日忘记 国仇家恨 早年间也曾四处招兵买马 寄托雄聚陕西东山再起 可结果到头来一场空 随着八旗入住中原 天下已定 一枪雄心壮志 最终沦为炮影 万年时普乾整日伴着青灯黄卷 为人低调 慈眉善目 临终前特地嘱咐徒弟 我死后不要入土 不需火化 装入玄关买入佛塔即可 说到激动处 还连连高呼 生不做清晨 死不沾青土 当晚普乾元祭 弟子们按照遗愿 将它藏在了地宫中 于是便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接下来一段时间里 专家族果然在华县附近 搜罗到了一些佐政 原来此地最早叫大明镇 方圆百里还助力着两座古叉 一为新国寺 一为扶军寺 积名称不言而喻 均与朱慈赵有关 甚至据地方县制记载 这两座寺庙布局奇特造型辉弘 完全仿造大明皇陵 压根就是四皇子朱慈赵 为父亲崇祯帝修的一关种 按照他的想法 原本是打算以华县做大本营 招募军队杀毁北京城 反清复明的 结果天不随人愿 落得一场空 然而就在此种说法 闹得沸沸扬扬时 一个质疑的声音沾了出来 发现一位退休干部 公然驳斥所谓的朱慈赵说 因为据调查 运空寺早在北宋时期就建立了 至于大明镇 星国寺 扶军寺等 也是早在朱元璋登机前就有了 所谓的卧薪肠胆反清复明 不过是巧合罢了 再说了即便四皇子真的剃度出家了 以当时的高压环境 借他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四处高呼 生前不为清晨 死后不沾青土 至于当地流传的故事 在这位干部看来 仅仅是汉族百姓处于对老朱家的同情罢了 由于关果中的陪葬品早已遗失 目前关于牧主人的身份依旧是个谜 对此你有何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